在生活当中,我们多多少少会遇到对我们生命有着重大影响的人 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感恩之心,国际卫视于6月16日成功举办了唱出真心话现场活动 让参与者对自己的亲人、朋友唱出新声,并赢取丰富的奖金和礼品 本次ICN国际卫视唱出真心话活动从海选到总决赛历经三个月 从数百位参赛视频中层层筛选 最后决定出了35位有资格进入总决赛的选手 不同于别的唱歌比赛,唱出真心话以真心作为本次比赛的主要评判标准 给各位参赛者有机会对自己的爱人或者亲朋好友表达情谊 表演嘉宾Tayra Mason 以一曲以顾歌星Whitney Houston的成名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既今四座 获得第二名的选手Edwin突如其来的求婚令他的女友喜极而泣 两人的拥文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陶醉在一片浪漫的氛围中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因为今天我想向你求婚 相信我 我会给你幸福 相信我 我会给你一切 相信我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唯一 答应你 最后 本次ICN唱出真心话的冠军 由来自台湾的朱明莲女士获得 一曲《望你早归》唱出了对家人的思念和祝福 国际卫视记者侯几人洛杉矶报导 郑肉 瑕 碎